眼珠子亮不亮 大小匀秤不匀秤 白的位置对不对 你看有人一看过去就看到上面白或者下面白 有啊 那就叫白眼 上白眼下白眼 还有三白 更可怕 他随时都表现给你看嘛 还有他的名字也表现给你看嘛 那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是很有学问的 你听他的名字 你看他长相 看他眼睛 看他鼻子 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人可以不可以教 要保持多大的距离 能不能信用 这是给我们做参考用的 指导我们不要去犯错 我们人是从上面走下来的 这是年轻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额头就知道 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很辛苦 他说你怎么对都写在脸上了怎么对 他这里很平整 连皱纹都没有 年轻很顺 年轻顺好不好 就是不好 年轻就怕顺 中年怕什么 怕闲嘛 你看四十几岁就实业了 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所以凡是四十几岁就说 阴影假怕阴影就知道 怕一命 老年人怕腻 老年是怕腻 因为你走到这下面你还不顺 那就表示你上面不想怎么走的 你的年轻的时候都写在这里 你的青壮年都写在这里 你的老年都写在这里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有人要留扶须 就是因为他下巴太尖了 阴格不够宽厚 那叫做老牌而已 所以就留一些扶须来补 扶须也很有学问 我们接下来应该会讲到